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嘛 这又不是第一次 我们已经一起玩很多次了 那要不要来玩捉迷藏啊 这不好玩嘛 踢球呢 我不想弄糟 你们到底要玩什么呢 还是玩数读呢 那比写功课还累 你们的功课好像做完了 做完了 叔叔好 现在不知道要玩什么游戏吗 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应该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现在你们哭着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 是的 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大家要不要一起来玩呢 是什么游戏 那就是人生游戏 很好玩哦 人生游戏 人生游戏 人生的过程 生老病死 好深哦 这个游戏听起来很严肃 会好玩吗 没有生老病死那么严肃了 你们就是吃喝拉撒睡吧 这才是你们的人生游戏呀 小朋友们 看你们那么辛苦的读书 我特别准备了小甜点 请大家吃哦 耶 我要吃 我要吃 这可以当成挑战成功的奖品哦 哪有这样的 这是爷给的 爷爷是站在我这边的 对不对啊 爹 那是要挑战什么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游戏 就从吃的开始吧 要给我们东西吃吗 不是 吃的游戏 是要让大家学习珍惜食物 谁知盘中酸 历历皆辛苦啊 所以 请你们把这箩筐里的栗子 分成两对 有这一棵大小的 或以上的放成一堆 小鱼这棵的 当然就另放一堆 这棵栗子给你们做参考 计时三十分钟 开始 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太好玩呢 我看哪 我爹只是想要我们帮他分出这些栗子的大小吧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游戏嘛 我早就发现了 只是我想吃小甜品就勉强玩玩哦 你们别这样 这也蛮有趣的 而且我们四个人一起做会很有效率 一定马上就能分完的 你们分好了吗 分好了就来院子里集合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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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我们分好了 很好 很乖 从你们的表情看起来 分栗子是很辛苦的工作哦 爹 这根本不是什么游戏嘛 这当然是啦 你们要知道 只要你热爱你的工作 工作就像游戏一样轻松 好像有道理哦 你们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要分大小栗子吧 来 每个人拿一颗大的和一颗小的 你们先吃小的看看 然后再吃大的 最后告诉我感觉有什么不同 怎么样 怎么样啊 我发现大的好像比较甜呢 而且好浓郁哦 我觉得小的吃起来比较嫩 味道淡淡的 也是很好吃 所以虽然同是栗子 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有的人喜欢吃大的 有的人喜欢吃小的 必须要区隔开 给予他应有的价值 原来看似简单的是 一点都不简单 可是爹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分啊 好了 可以去吃小甜饼了 好好吃哦 小栗子 你家有没有喝的 我好渴哦 爷爷拿喝的来了 这是爷爷精心煮的酸梅汤 刚好可以作为下个游戏的奖品 又被抢走了 叔叔 我们好渴 放心啦 玩完游戏一定给你们喝的 这次可要玩真的游戏啊 对啊 上一个明明就是帮你做事 哪是游戏啊 好吧 我想想看啊 有了 既然要玩和水有关的游戏 应该要了解 珍惜水资源是很重要的 以前还没有院子里那口井的时候 挑水是很辛苦的 爹 您不会要我们去挑水吧 当然不会了 你们力气还不够 只要拿一个杯子到河边 装满满的一杯水回来 给我就好了 这个游戏好玩吗 我可以不参加吗 我有点怕晒太阳 爹 你看啦 你的游戏根本就不好玩 大家都不想玩 好玩 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完成任务 就有酸梅汤可以喝了 好吧 好吧 走吧 走吧 啊 我发明的游戏 有那么难玩吗 很简单啊 我们走吧 怎么了 水洒出来了 你们等一下我再去咬 又撒出来了 又撒了 又撒了 把一杯水拿回家 没那么容易吧 爹 你怎么在这儿 一方面 我是来看顾你们的安全 另方面呢 我是来看看你们怎么把水带回家的 叔叔早就知道水一定会泼出来 池水也是门学问哦 那你教我们 好 那我就出个题目 答对了我就教你们 是什么题目 是个数学题目哦 是个数学题目哦 我才不要做什么数学题目 又不是在上课 一定要做 我才会告诉你们如何把水运回家 也才能喝到酸梅汤哦 哦 等一下我们不用算数学题了 我带了另一个杯子 只要用两个杯子都装水 到家的时候把撒掉的水用第二杯补上就好啦 你带了另外一个杯子啊 我总是喜欢防患于未然啊 我们不用做数学题目了 走我们去摇水啊 这你们 和爹一起真的那么难玩吗 有那么一点点 叔叔除了大盐的方法 还有什么方法让水不漏出来呢 我想了好久都想不出来耶 想不出来了吧 爹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大家都含一口水在嘴巴里 到家的时候再吐回杯子就好啦 爹 如何聪明吧 好脏哦 叔叔 喝水没有煮沸 喝下去是要生病的 这个 好吧 还是大爷的方法比较好 我爹还想继续玩下去 可是我们都不想跟他玩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我想问帮帐的是 有关人生的事情 哦 小栗子 要问那么深奥的问题呀 当摩羯说 人生是生老病死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深奥 但是我爹说 我们的人生是吃喝拉撒睡 我就感到又高兴又难过 怎么会又高兴又难过呢 高兴的是 人生没有生老病死那么严肃 难过的是 光是吃喝的话感觉没意义 哈哈哈哈 其实你爹这么说也没有错 啊 生老病死是人生重要的时刻 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时刻 但不要忘记 人生也是由片片刻刻串联而成的 每日的生活才是生活的主体 虽然平凡 但是也应该细细品尝和珍惜 我爹和我们玩的下午虽然感觉很漫长 但是现在想想还蛮有趣的 嗯 和家人相聚的时光 共同创造的回忆 才是人生中最美好最重要的 那以后我爹来找我玩 我要很有耐心的跟他玩哦 对 哈哈 我给你带我玩